相似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以至三角形ABC相似于三角形A'B'C' 而且线段AD平分角BAC 线段A'D'平分角B'A'C' 试问线段AD比线段A'D'等于线段AC 比线段A'C'成立吗?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所以角BAC等于角B'A'C' 由题目知道角DAC等于二分之一角BAC 等于二分之一角B'A'C' 等于角D'A'C' 又对应角角C等于角C' 所以由AA相似性质可以得到 三角形ADC相似于三角形A'D'C' 因此线段AD比线段A'D' 等于线段AC比线段A'C' 由此讨论可以知道 两个相似三角形中 对应角平分线长度的比 等于对应边长的比 对应角平分线长度的比线段B'A'C'